我最後講一下那個郭台銘的那個故事 那個也蠻蠻有趣的 就是說後來他幫他牽線郭台銘 結果郭台銘跟柯文哲 最後吵到誰贈誰負的時候 這個張靖元就現撤 他就說不然你們就那個直通版好了 後來黃山在旁邊很生氣 黃山說這怎麼可以直通版 然後後來張靖元 後來就會講不通 後來張靖元就只好跟郭台銘講說 那不然你去當不分區 不然你老婆來接不分區 所以你知道當時不是有一說嗎 就郭台銘把柯文哲這些人趕出去 有沒有這個新聞都有 所以當時很ㄎㄧㄤ的那個就是張靖元 那最後要講 這個事實上剛剛大家講的都對 但是為什麼這個時間點他要去 柯文哲要先去找張靖元 你不要忘記徐子瑜可以大到說 他下午先去張靖元他家 先去幫他採線採點 然後晚上的時候柯文哲才去 所以我就說 我就講說那個張靖元 其實就是南版的橘子嘛 就變成大橘子跟小橘子會面嘛 那個時候有可能是在講求證民調 因為張靖元其實用他的那個 他去投資求證民調 求證民調當時有講到 他是九百多萬耶 九百多萬 九百九十萬 九百九十萬 花九百九十萬去做民調 做了一個賈老二民調嘛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啊 嚇死人 九百九十萬給求證民調 對 柯文哲總共花了一千四百萬 找這個求證跟另外一家這個民調 總共花了一千四百萬 欸 做民調一次也十幾萬而已嘛 你應該做過民調吧 我自己是沒做 因為選議員沒那麼多錢可以做 可是這個做民調 民眾黨給這個求證民調 這個做的費用第一非常高 第二 這個非常的不準 不準到怎麼樣來 我們這個選後沒有拿出來比對 因為柯文哲不是說什麼 選後就知道這個民調拿出來 就知道誰沒穿褲子嘛 結果最後發現沒穿褲子的是民眾黨 因為做了一個表格發現 欸 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就是求證做的 他的得票誤差 跟最後開票出來的誤差 也是十二點六七趴 排名誤差是六十六點七趴 他做不準 含這一句話就是不準 可是不準為什麼那麼多錢 給那麼多錢 那錢到底到哪裡去啦 對 這個就是大家要問 真的有到求求求證嗎 他的證是哪一個證 這個真理只有一個嘛 真理只有柯文哲嘛 所以他求的是柯文哲嘛 就是給柯文哲嘛 所以你看他的民調 跟擲筊的這個機率是一樣的 好不好 是一樣準的 那大家就講說 那你做這個民調要幹嘛 是不是就是另類的左手換右手 欸 另外啊 這是你們國民黨的啊 他承認給兩百萬 而在這個時間點 剛剛名語講得很清楚 我們再跳回來這一趴 剛剛講的這一小段 會不會是 搓鹽仔湯 搓鹽仔湯 最後呢 邱承遠本來 邱承遠是基隆人 對 邱承遠是基隆人 那他是基隆人 他一開始就是規劃回去基隆選市長 就搞半天 後來他沒有選了 就這麼一搞 他是選基隆市長的人 這邊我先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按照四叉貓 今天的一個查證的爆料 他說因為這個 這個他的家的長輩 去聽了柯文哲的演講 後來就唯一看到一場是 柯文哲跟高鴻安在一起的演講 是二零二二年的七月十六號 柯文哲去幫高鴻安站台 有兩個都有演講 那怎麼這麼巧 就聽了這個演講 然後這個兩百萬之後呢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號 邱承遠就宣布不選基隆 對啊 邱承遠不選了 那選的人是謝國良 而謝國良捐了兩百萬給民眾黨 所以謝國良捐了兩百萬給民眾黨 民眾黨就邱承遠就不選了 所以不說不說不說 說一個很大條 我先講第一個 我認為這個 這筆帳應該是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謝國良很老實 因為不會有人直接這樣子 一問然後就說 對對對 確實有這兩百萬 而且這兩百萬 還是因為這個長輩 去什麼 聽了演講之後 然後覺得欣賞 你是這樣講 但是另外的人是這樣解讀 不要忘記他的副市長邱培寧 已經被叫去問了 邱培寧是民眾黨的 所以呢 也許都已經承認了 因為這兩百萬是經由 人家講嘛 他是經由邱培寧拿兩百萬 捐給民眾黨 而邱培寧是民眾黨的人 而是他的副市長 所以邱培寧已經作證 搞不好邱培寧已經講了 所以他不得不承認啊 不要以為說 我這樣一講的話 等一下冠檢又說 我剛剛的欽佩又錯了 沒有什麼好欽佩 因為是邱培寧都已經講了 是這樣子啊 這個有沒有這個 符合所謂檢調會認定說 這個搓冤載堂 我覺得要主客觀認定 主觀當然正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謝市長怎麼那麼可愛嗎 對不對 假如你真的這個做壞事的人 還會說對啊 這兩百萬 這沒有問題 好歹會嗷一下 好歹會騙一下 第一他沒有 我以為會吃醋 就是你選舉他沒有捐給你 然後捐給民眾黨 這個就不要講了 畢竟我不是民眾黨 然後第二個 他為什麼不捐給你 捐給民眾黨 不要講那個啦 有點傷感情 我還是繼續幫謝國良講話 第二個我認為 就是說這個以客觀來講 那個時候修正人一開始 確實有表態說要參選這個基隆市長 但是以我們手上掌握的 這個民調數字看起來 他邱成元大概自己也知道 比較沒有機會 你頂多只能講說 確實很巧合的這個時間點發生 搞成 我告訴你 邱成元其實啊 我這裡也講個小秘密啊 我跟邱成元 我跟他爸爸非常熟 他爸爸啊 我跟他爸爸是幾十年的老朋友 但他爸爸現在取失了 他們家在基隆也還不錯 大家以前如果 麥當勞剛剛進來台灣的時候 也許大家有印象 我們台灣有一個連鎖店 叫香雞城 香雞城的 那隻雞 香雞城 老闆就是邱成元的爸爸 哦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把邱成元看扁了 但確實來 邱成元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因為他從小 我看他長大 他說他只有小學嘛 六七歲嘛 所以邱成元是一個很棒的 所以邱成元沒有選 欸這會 欸這莫名其妙欸 那你怎麼一個國際黨的候選人 要拿錢給民眾黨呢 而且邱成元能不能選是 柯文哲在決定的哦 柯文哲叫他不選 他都不能選 所以當然我覺得邱成元 很不錯很優秀 但現在問題是 他會不會太委屈了 是出在柯文哲身上 而且那個時候民眾黨裡面 在討論選基隆市長 不是只有邱成元一個 還有一個謝利公 謝利公今天有出來這個 為自己喊冤嘛 謝利公又喊冤 謝利公啊我哪這麼歲 我也想選啊 為什麼沒得選 他也在說假設真的 這件事情為真的話 他自己那個 他有發了一篇臉書嘛 他其實在暗示說 是不是他變成棄子 是不是這個意思 會不會拿兩百萬 把謝利公也給棄了 因為謝利公為了選基隆市長 那可是天天在想 常常在想 還有曾經選過 所以說真的有問題的是民眾 第一我不認為這個兩百萬 就可以收買柯文哲 因為你這個現在 這個爆料的內容看起來 這個兩百萬對柯文哲來說 是小錢嘛 難怪他會說高宏安 這個高宏安那個事實另外 給周先補充一下 其實我今天看到這個早上 我早到五點多起來 看到這邊報導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說 這個謝國良的市長 他現在可能因為他昨天剛好 那個罷免剛結束 他發現自己可以保住 所以他可以 他現在很high 他可以沒有 他終於可以執行 他心中那個小小的復仇念頭了 怎麼說呢 他說家族長輩 我們知道謝國良的市長 他的父親家裡是基隆的謝家 對不對 但他母親家裡是誰 台坡 台坡 對啊 台坡他要叫林伯鋒 叫舅舅 親舅舅 親舅舅 對不對 好 周刊沒有寫那個家族 是哪一邊的家族啊 沒有講哪一邊 他沒有講哪一邊 你是在懷疑那一邊 我再跟各位補充一個事情 那個十月初的時候 那個山陀爾颱風來的時候 基隆市不是放了兩天 無風無尾颱風假 對 那個時候那個林伯鋒 這個林伯鋒先生 有出來講一句話說 是那個憲市長 如果你要放颱風假 你不要隨便放 你知道這影響 這個產業的這個 這個每天這個營收有多大嗎 報仇就對了 大家就會立刻言成說 你怎麼不去跟你的 那個職子講說 不要隨便亂放颱風假 今天他今天剛好 你意思說他修理舅舅嗎 這我沒有講 但是看起來很像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也沒有講說 是哪一邊的家族長輩 對不對 對現在這個時間點剛好 然後他舅舅又跟民眾黨特別好 因為台坡大樓都提供給民眾黨 所以啊 所以請邱佩玲 拿兩百萬捐給民眾黨 對嘛 這也對啊 不過也怪怪的 他已經沒有 可以把他的台坡大樓借給 租給民眾黨 對啊 他跟民眾黨直接給就好了 他幹嘛透過邱佩玲 要透過謝國良 那個時間點可能跟民眾黨 還不是那麼熟 哦 時間點的問題 時間點的問題 對 因為那畢竟是2022年 那一年還在選舉的時候 那如果是現在可能台坡 跟這個民眾黨 就已經很麻吉很麻吉了 辦公室都可以借出去了 可是那個時間點呢 可能不熟 所以呢 還需要透過這個邱佩玲來拿這個兩百萬捐給民眾黨 後來民眾黨柯文哲呢 也透過這個也向謝國良推薦邱佩玲 你去當基隆的副市長 原來就這樣繞來繞去 這樣繞來繞去很麻煩 他要去當副市長 還有拿兩百萬 這兩百萬到底是會不會有對價關係 這問題就來了 對啊 其實因為他透過邱佩玲 大家也知道邱佩玲 他的家族背景 他家族背景不得了 他爸爸是不得了的 他爸爸是邱壯漢嘛 對不對 對 他算是那個第一代所謂的 崔台青的那一派 對不對 應該是嘛 沒錯 邱壯漢是第一代的崔財青 第一代也是崔台青 對 所以其實他現在是 他其實謝國良跟這個 他會拿這個兩百萬 就是說他會請人家族長輩捐款兩百萬 給這個柯文哲 他這樣講的話 其實代表是說 你在基隆這邊 不管是藍的是白的 其實未來未來都是要聽我的話 未來都是要聽我的話 他要把基隆形塑成一個 藍白的示範區 就藍白核示範區這樣子 所以他那時候 就透過邱佩玲去拿兩百萬 我個人的推測是因為 那個小芳姐剛剛補充的 第一個那個時候 林伯峰可能跟這個 他們這個白這邊還沒有很熟 對 所以透過一個這個邱佩玲 看起來好像傳統也是國民黨底的 去做這個中介人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有信用 因為通常我們有 這個參與過選舉 應該都知道說 別人隨便捐你錢 尤其是這麼大條的錢 你拿到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會怕怕的 一定要透過熟人 一定要透過熟人 對 柯文哲這個他 他有自己的一套 對 但是通常依照正常的 比較正常候選人 都要透過熟人 不然很有可能都發現 你是不是要來栽贓 我幹什麼的 所以邱佩玲這個時候 可能是扮演一個 這個中間的潤滑技的角色 這樣子